好,来到学问经济GDP 这期我们有理事封送的 如果你想拿或者帮朋友拿 就在下面那条链登记 还有有问题的话就在下面留言借下 资产增值税其实是 你在买了资产投资之后 有增值之后就要跟政府拆帐 那些资产就要看它包括什么 我估计它主要包括股房那类 就是金融资产和固定资产 问题就是收多少 如果增值譬如买了升值升了10% 那你升10%政府要跟你拆帐10% 那你就譬如100元的东西变成100元 那你100元多了10元之后 那10元就要给1元政府 那现在它吹出来的税率 就由几个到两三成都听过 那现在又不知道它究竟实际上是多少 那所以你找回来新的10元 究竟是要给几毛钱 还是给几毛钱给政府 这个就不知道 那还有就 中间可能有一些 就是技术细节 比如说 是不是它宣布了之后 你才买入的资产才计数 还是说不是 它有追溯期的 就是可以追溯回 譬如你沙士的时候买一层楼 现在升了很多倍了 那不好意思了 那如果你现在买的话 就赚了很多倍的话 你将赚了很多倍 就从政府拆帐 其实现在是在想着这些东西 主要就是 如果不是很久之前买的 说真的 你说近两三年买的 那其实买股票买房都不方有千赚 那如果你的追溯期有限期的 就是不是说太远的话 那你就再看了 因为股市来说 你知道恒指其实97到现在都差不多水位 就是16000多到现在 那可能 古蛇港二十几年都没什么钱赚 那如果是房子来说 就 现在跌回到2016左右 17左右的水平 就是过去 可能七年的时间都没什么钱赚 那如果你过去那七年买 那可能没钱赚 你没增值 就应该照道理 就不用付税 其实这些税 有点像辣椒税 就是你有在这里的时候 其实也不会太影响那个价格方向的 我们知道譬如刘家 老实说没什么怎么受 辣椒那个出不出影响 因为辣椒都很多年了 那它升的话只要升 跌的话只要跌 其实没什么关系 不过对交投会有影响 就是你会发现是有了税之后 大家不是很愿意买卖 那我估计 股和房子都有类似的情况 因为股票也有类似的东西 它印花税 那你有这种东西的时候 其实我告诉你什么名目 你叫印花税好 吞植税好 总之你有这样的税 大家交投的意愿就会低一点 但是价格的上落方向 其实看大围 就是宏观经济 就不是这些东西 第二条 讲香港经济 网友Kitt Holman 波叔说 总存款没有大跌 包括外币、港币 但是经常听到外资走 到底怎么行量外资 有没有走呢 你走去金管局拿个外汇的资产 负债 算一算 那个淨的资产 就是放在香港银行体系那个外汇的淨的资产 那你就知道有没有钱走 这个其实很简单 如果外面的钱进来一定是以外汇进去 他不会带人民币、港币来的 他就带美金来的 外汇来说多数都是美金 你看香港的外汇 就是在银行体系外汇的水平 就是要看到的 第三条问就是 关于美汇走势的 于一问 1月5号飞龙 职位 利好美汇 为什么美汇对一众的非美货币 短暂拉升之后急速下滑呢 资金炒作方向 资料和信号不符 原因在哪里呢 没有什么原因 最近美金都是1023那些位 一格左右就上落 就是我会说三两格内 其实很多时候都没什么解释的 那当然有个原因可能是出通胀的数据 通胀稍微回升一些 但是你看到如果不是 那这个就其实未必有关事 短时间内 市场会有一些 纯图表的技术的因素 是令它 一格两格那些 塗上落那些 其实你 你不要强求要问一个基本因素的解释 那第四条就是 讲一下美国公布CPI之后 美汇走势是怎样 我估计市场正在找着方向的 那方向可能要 今个月较后期才能明确的看到 股市是想 即是继续破一破先 还是说 不行了 顶不上来 对回来 那其实有 有对回来的迹象 都不是没有的 因为你看到去年年尾那几天 今年开年那一阵 其实是有 少少 就是有些人想收水 现在就未形成这种共识 因为 市场都累积升了不少 从10月后期到现在 如果一口气那么多 短线有个回调这个 那你见到美金其实 都作企稳有少少抽上去的迹象 但是现在 就是第一口又是 力水差点 就是你可以这么说 100边可能抽两格 1023 开始有点阻力 但是其实就算是 市回了好 它都是比较慢的 可能 慢慢退上去 就是104 当然 如果你看上次 美金上到107 的话 股市都很差 所以你不要预估 就算股市下很多 美金会上很多 未必会 那何况 现在在说一月 都要酝酿一段时间 所以我短时间来看 我不看有一个很强的方向 可能相对来是窄的 即美金都是 真的1023那头走的 暂时 那你过了一月之后 那个 方向就会更清晰 好了 记得在下面那里登记 拿来射封 留下关于经济的问题 下次见